大家好,我找到一隻OmegaC Master 300 這隻不是SMP 300 因為SMP是professional 這隻就不是professional 但你看看整個標盤 還有殼在其他系列沒有出現過 這是一個很方形的殼 非常之六十年代 非常之六十年代 我有點想起精工那隻 62MAS 這隻是復刻以前Omega那隻 所以你看到它的字釘是沒有字釘的 但它的夜光是陷了下去 有一點是一個 類似三文字錶面 但是它的夜光物料 就塗上它的錶面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跟Panora有點不同 並且塗上它的錶面 你看到真的 有一個夜光物料 塞著整個偷空的面 它全部indexes都是偷空的 好像Panora做法 所以事必上 這個面是有兩層夾的 但是當然 它是Vintage 它用的物料 也是用現代的物料 跟以前的物料不同 所以它的機身就是8400 8400是一個過度 8500和8900的一個過度版本 也是Prematis 所以它的防持功能 是會特意註明 是有15000個Ghz 這隻是藍色 所以如果它是復刻 你看到它的夜光也很有心思 你看到是一個很黎黃色的夜光 一個指針也是 但是整個Case的物料 但是又用了一些很高科技的東西 為什麼呢 整隻錶是很輕的 是泰金屬 當然泰金屬 它的定價也會貴一點 是6萬多 所以就不會用 就不會看到有4萬多的定價 陶瓷圈 陶瓷錦片 一個陶瓷錦片 也是120GB 也可以的 但是我看到 它的做法 跟一般潛水錶有點不同 因為為什麼呢 一般潛水錶 它的蓋片 就馬上到玻璃 但是它的做法 就是它在一個陶瓷蓋片 跟玻璃之間 還有一個金屬的拋光圈 去頂住了 這個圈就不會跟著 是貼著殼的 就不是跟著那個圈去轉 所以這個圈就不會轉 但是就特別一點 唯有這樣說 特別一點 也是Liquid Metal 也都寫了 所以這個整個硬度 包括這些字 也是高的 因為它就是 根本上這些字 就是一個叫做 液態的金屬 殼你看到 也是有一定的打磨 拋光拋光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拉沙 8400的機身 已經很漂亮了 因為它也是屬於潛水錶 它也有一個push的 比較新一代的一個 extension 就不是摺的 就純粹是按 比摺就更加好 因為你有不同的位置可以調 整個錶也是非常輕 用一個很生命的機身 也是OK的 挺漂亮的 這個也是 直看游司 這幾本的東西 今天就介紹一隻 唯有彈的 這隻錶 我覺得 它的藍色是比較深色 如果再淺一點 有一點好 我覺得顏色比較沉 不是很活潑的那種藍色 是沉 有一點點 很blueblue的 今天就介紹一隻 還有價錢比較貴一點 67500元 好 好